Hello! Automobile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米 不知道大家过这个 FMCO 过得如何呢? 那今天的美洲360 就让我来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所发生的这个车谈的重点新闻 走吧! 第一则新闻 新一代的 Lexus NX 预告出炉了 哇!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哦! 从 Lexus 所官方发布的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NX 将会拥有和 UX 一样横贯整个尾门的这个灯条设计啦 那这个 LED 灯条 估计很有可能会是 Lexus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不过最特别的还是它的下方的这个 Logo 不再是一般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Lexus 长回 而是 LEXUS 这五个字母 这个设计其实之前就已经出现在 Lexus 的 LFZ 概念车身上 看来最近的车上都很爱这样的一个设计哦! 之前 Porsche 也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本身的 Proton 也是这样 现在就轮到 Lexus 了 但是撇开这个官方的预告图不说啦 其实 Lexus 在不久前 曾经很不小心的把这个新一代的 NX 的真面目 完全给泄露了出来 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啦 这个前脸的部分呢 相比起现行款的 NX 它整体是变到比较柔和了 这头灯组不再有这个分离式的 LED 热行灯圣剂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招牌的仿锤是水箱护罩啦 你依旧看得出它是一台雷克莎斯 只是整体看起来是比较成熟了 不过在车尾还有车车后方这个部分呢 就整体还是比较 Sharp 一点 还是有很多硬线条的设计 包括这个保鲜杆的整体也是比较运动化一点 加上这个漂亮的尾灯组 其实和我们以往所知道这个 Lexus 有点不太一样啦 你喜欢这样的车尾吗? 在内装方面呢 其实这个新一代的 NX 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时下流行的 全液晶数码化仪表盘 还有大指数的主机显示屏 然后我们再也看不到 Lexus 之前那个 不怎么好用的 Remote Touch 主机滑鼠盘了啦 相信这一回原厂是直接使用这个 Touchscreen 触屏的设计 估计在优色 interface 还有整体的这个使用介面方面呢 会比之前的还要好用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回它的这个方向盘呢 是使用了一个类似 Mercedes-Benz 的这个 触摸版的这个设计啦 相信在这方面整体的这个科技感会更加的好 那除了照片以外啊 神通广大的中国媒体 这回也曝光了新代 NX 的动力配置 一共有7种动力组合那么多哦 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有这个203hp 的2.5公升 NA 相信这一个应该就是这个 Dynamic Force 引擎 然后还有一个300hp 的涡轮板 两者都是搭配这个85字牌 哇 这个涡轮板我是蛮期待的啦 那除了汽油版以外 这个新代的 NX 也会有高功率和低功率版本的 Hybrid PH-EV 版本 3.5 V6 的 Hybrid 以及纯电版 看来 Lexus 是很重视这个新代 NX 一下哦 据了解这一款车将会在 6 月 12 日正式发表 也就是下个星期一的意思啦 如果来得及话呢 我会在下一周的美洲360 为大家带来这个新一代 NX 的第一首报道 第二首新闻 嗯 讲一讲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GR86 因为我发现到之前我没有和大家真正报导过这台车的新闻啊 所以就趁这一次玫瑰版正式上市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发现到它的实车真的是看起来蛮帅的 新一代的 86 这一回就正式改名成 GR86 统一在这个 GAZOO RACING 运动车系之下啦 它依旧和这个 Subaru BRZ 是软身兄弟的关系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这一台新车呢 它依旧是基于上一代的 86 和 BRZ 的底板打造 但是原产有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改进 包括导入了许多 Subaru 最新的这个 SGP PLATFORM 平台的元素 也让这一台车的这个车体刚性的提升了 50% 那么多 在外形上这 GR86 是导入了不少 GAZOO RACING 的元素 包括这个 GR 四样的前保险杆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车头看起来是比这个新一代 BRZ 还要帅啦 你觉得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和 GR Yaris 同款的 18 寸轻量化轮圈 车门和上一代的这个 86 还是一样啦 可是在这个车裙还有后轮拱的方面呢 它是进行了 muscular 的这个线条处理 整体是看起来更加有张力的 不过对我来说最亮眼的地方还是在车尾这个超夸张的 大型压嘴是唯一啦 这个就有点像它的这个大哥 GR Supra 了 但是我觉得它是比 Supra 还要帅啦 而在内装方面呢 这一回这个 GR 86 就告别了上一代车型那个比较简单 平庸已经接近简陋的设计啦 这回我们就看到不少更加精致还有现代化的元素了 像是这个数位化的仪表啊 然后还有大尺寸的鱼热主机 电子恒温空调 多功能按键的运动方向盘等等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奢华了 当然漂移必备的手刹它还是获得了保留啦 总不可能换上电子手刹 你说是吧 而且原厂也导入了不同的材质还有颜色混搭啦 整体看起来真的是精致了很多 这一回终于对得起这台车的身份还有价格了 而且这一回原厂还针对这个驾驶桌子 进行了人体工学上的改进 桌子变得更加低 更加有战斗感 新一代的GR86与BRZ搭载的是Sobaru最新的FA24 2.4公升的Boxer水平对卧引擎 拥有228hp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249Nm 并拥有六速手排和六速自排的两种变速箱可以选择 匹配这个纯后驱的设定 并且拥有全新的LSC差速器 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之下 零摆加速只需要6.1秒 级速可以达到240kmh 可能养蜗牛的话是会影响到这一辆车的动态表现 所以这台车还依旧是采用NA的设置 不过不用紧 有颜值还有勺子还可以拉拉 大家觉得这个新一代86帅吗?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本地新闻 首先就讲这一台车 最新的小改款Mini Cooper S来到我国了 最新的Cooper S LCI 升级版在外形上是有一点点的改变 像是这个好像画了烟熏装的 熏黑式LED圆形头灯组 让这一对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深邃了 而且这个前面的保险杆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包括拥有这个加大了的水箱护罩 还有黑色的四条 让这个小改款的Cooper S 看起来好像更加像呆蒙兽我 你说小姐姐能不爱吗? 然后车尾部分同样也是可以看到 这个四条都全部进行黑化处理 以及招牌的这个英国国旗尾灯 在夜晚里我谁都不认就认你 那这回小改款的Cooper S 其实在车身配色方面也是变得更加的遥远 什么水泥灰啊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亮眼的蓝色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年轻化了 也是现金的一个潮流 而在内装部分 这个小改款的Cooper S也是有所改进 包括导入了最新的冷气出风口设计 也更换了全新的全液晶数码仪表盘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有科技感 8.8 吋的多媒体娱乐主机也同样支援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当然Mini最经典的这个圆环灯设计也一样获得保留 在这个可以切换六种颜色的氛围灯的衬托之下 其实整体真的是有这个精品色的感觉 而且不止如此 这一回这个改进版的Mini Cooper S 还导入了Driving Assistant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在功能方面也是相当的完整啦 在这边我就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在安全性方面它是真的有很大的幸福 我国的这个COOPS版本全系都搭载了2.0L的 Twin Power温轮增压引擎 并搭配7速的DCT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方面拥有192hp 而峰值扭力则是280Nm 零百加速分别是6.7秒、6.8秒 以及开封版的7.1秒 至于售价方面是从253,000令吉起跳 这款可爱又独特的戴萌鹰轮小钢炮 你喜欢吗? 接下来这一只新闻 非常的霸气 地表赘述豪华SUV来到我国了 Bentwick Kuala Lumpur 在去年推出了这个Bentega V8 之后呢,如今又带来了终极版的Bentega Speed 这款性能版超奢华SUV搭载的是自驾的6.0L W12 12缸双涡轮押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了635pms 而风筝领域则是靠达900Nm 搭配8速的自排以及AWD全驱系统之下 0-100的加速官方表示只要3.9秒 重点是急速哦 比起自驾的Lamborghini Urus 还要快了1kmh 达到306kmh 开玩笑Bentwick最劲的W12咧 不然它叫Speed 不止如此 这一具W12还具备气缸修指的技术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关闭6个气缸 变成一个V6 以带来更好的油耗以及降低排放 那其实这一项技术在Audi现级的4.0L V8 双涡轮引擎身上也可以看到了 算是Vox和集团一个比较attest的技术来的 当然为了符合最速SUV的身份 这个Bentaker Speed 在外形上是大量采用了黑化处理的 包括这个钻石型的前LED头灯以及尾灯 都是进行熏黑并搭配全黑的22寸锻灶轮圈 保鲜桿设计也变得更加的Garang 还有符合空气动力学的VT 采用了这个Alcantara 也强调它的运动气息 而且这一台超跑SUV它还有气压式的悬吊 清了20公斤的刹车系统 你还可以选配探陶瓷的这个刹车盘 这你受得了吗? 当然在价格方面呢 这台豪华的性能SUV自然是不便宜的 宾利耶! 在税前方面它是一个106万左右啦 加了税以后 2.600M E-Log Fat 啦!朋友们 OK啦!又跑得开去这个大场面又有面子 而且还有这个5大最速SUV的名堂可以吹 耗链一下值得买啦! 最后这新闻呢 就是温馨告诉大家一下 那就是早前政府正式宣布了 Permacasa Plus 也就是强化援助配套 Plus 版本啊 那在这个总价值达到400亿令吉的配套之下呢 也确认了我国汽车的这个SST豁免政策 将会继续到今年的12月31日 那这一项政策呢就和之前一样啦 所以所有的这个CKD车款 将可以享有100%的销售税豁免 至于CBO车型呢 则是可以获得50%的豁免 不过呢商用车就不能享有这一项政策啦 这当中就包括Pickup啦 那其实因为这个SST豁免 是要你再拿到车注册以后 你才可以享有这个优惠 但是之前因为芯片很短缺 加上这个疫情爆发的关系啦 很多朋友们都无法如期拿到车 都一直在等车 然后就很担心车会变贵啦 那随着这一项小细的推出 你们现在就可以放心继续等车了 Salesman 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啦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的所有内容 就不知道大家对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新车 哪一款你觉得有感觉呢 我本身其实是蛮期待这个G186的到来的啦 还有就是这个Mini Cooper 其实看起来越看越喜欢耶 你们喜欢哪一款车 记得在下方留言喔 然后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啦 叮叮叮叮叮叮 OK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大家继续观看大家家 手看我们的影片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